那些狮子、老虎仔 他都是依靠他媽媽的愛,去照顧他 而我們今天說的是被神的愛更新 神的愛安慰和更新我們 我們會更加愛神,更加喜歡神的話語 也更加傳揚福音 是不是真的有人不愛你呢 如果沒有被人愛,有些人成長是很缺乏愛 他總有一些愛,不過那些愛可能比例上比較少 或者他忘記那些愛 他只是記住他被傷害或者不被愛的地方 有什麼後果呢? 常常憂傷 心裡面很多的傷痛 成為一個孤單者 或者畏縮,不敢跟別人聊天 或者跟別人比較 人家那麼好,我不是那麼好 或者覺得自己是失敗者 有一個沒有愛的人 他會覺得自己很多缺乏的 很多事情都不行的 其實我們是神的王子、公主 我們可以一起宣告 我是神的,你是王子你就說王子 我是公主就公主 我是神的王子,一起宣告 我是神的王子 王子、公主 王子、公主應該很尊貴、很開心 但有很多王子、公主活得怎樣呢? 是憂傷、孤單、浪費生命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們不是那麼深信 他們是那麼悲哀 他們不覺得神的愛那麼真實 所以他們活得很多的孤單感 很多的受傷 其實耶穌是最偉大的情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還未出生 他已經愛我們了 在永恆描選我們 他在無條件愛我們 是否只是我們乖的時候 神才愛我們呢? 其實不是的 我們未認識耶穌的時候 神已經找我們 我們多次拒絕他 他依然找我們 還有我們信耶穌之後 是否經常立即聽話呢? 都不是的 很多次不聽話 聖靈有沒有丟下我們 不要我們呢? 沒有 他依然繼續感動 所以我們看到神 真的永恆地愛我們 但是很多信徒 為什麼沒有愛呢? 我們今天就會解開這個謎 還有去玩出有什麼處理的方法 我們怎樣可以活得開心 而不是憂傷的 那麼被愛感化的人 又會怎樣呢? 會喜歡神的話語 會歡喜 他的身份會變得尊貴 好像貓的鏡子 剛才看到了一個獅子 就是說我們有這個尊貴的身份 好像外面看上來 或者不是那麼強壯 不是那麼聰明 讀書不是那麼多 但是呢 在神的天國 可以變得很有能力 不要小看自己 有些長者 他很有信心 他一出口 人就看到神的愛 還有他懂得去愛人 有各樣的恩賜 神給他 以及享受神甜美的愛 我想問大家 你喜歡嗎? 你享不享受食物? 享受嗎? 享受嗎? 享受睡覺? 今早起床時 有些想睡覺 真的好 我們會享受很多神的東西 但我們有沒有享受神自己呢? 還有神的愛呢?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真是在神面前苦福的人呢 他能夠在人面前站起來 可能有些人說 我不知道哪裡有神的愛 我看不到 在什麼地方看 第一 我們一起讀 詩編33篇 不知 天地本了耶華的事外 神創造最美味和有益的食物 其實神做的食物是不單止好吃 是有益的 為什麼現代人這麼多問題呢? 因為他吃那些人處理過的食物 譬如油有很多 加了一些氫來hydrogen 那些油是當你一煮的時候 是對身體不好的 所以出去外面吃東西 炸東西那些 那些油是不好的 但是很多人吃那些東西 但是自然的東西是最好的 你想了解健康的食物 你可以上網去找一下 去學習一下 如何吃健康的食物 其實很好吃的 很多種食物 你吃的時候有沒有覺得好吃 有自然界我們看到神的愛 有很多東西我們看到神的愛 還有神會創造沒有愛 不單止人有 動物都有 你看 那隻雞 沒有雞 牠有一種武性 那些貓都在保護著牠 那些獅子 喜歡的獅子 還有這些鱷魚 是不是吃的鱷魚仔呢? 不是 原來生了鱷魚蛋之後 牠就會在水邊做一個豆 我是很有興趣動物的 我以前也有讀生物學的 那牠就會在做一個豆 生了蛋之後 牠就會放在水邊 牠就瀑在那裡 其實是不能吃東西的 為什麼不能吃東西呢? 因為牠在那裡 牠出去外面到處找到食物 牠經常停留在一個地方 那些食物會走來 所以牠是餓著的 牠一定要等著 因為有些動物是等著那個豆 牠一走開 就爬開沙子 吃牠的蛋 所以牠一路會等 然後等到那些鱷魚仔就會叫 牠快出生的時候 咕咕咕 咕 那牠就走上去 走上去 爬開沙子 然後呢 那些鱷魚仔呢 牠就會一隻一隻擀進口裡 鱷魚的牙很厲害 但是牠把它放進口裡的時候 很小心 不是放一隻 牠有時放十隻 但是牠不能全都拿出來 因為牠太多了 牠放了十隻 牠就下去水 下去水呢 牠又不回頭了 因為牠要看著這一集 不是這一集 又被這些動物吃了 然後那些其他 就要自己爬下來 真的看到呢 就算鱷魚 是冷血動物來的 神都賜給牠這種的愛 何況是人 人呢 真的要對子女有很深的愛 不過因為子女不聽話 大了愛通常會減弱些 會激氣爐吵多些 不過始終我沒有愛 全世界最強的 我們一起讀一下 以賽書石九章十五節 何人亦能忘記他 是否那些鞭鞋 不連述他所生命之子 即還有忘記的 我強不忘記你 神說 就算有媽媽忘記了子女 我想問這裡有幾個媽媽 你有沒有媽媽試過去買送 留下一樣東西 或者去街上留下把傘 有沒有試過 媽媽有沒有試過 但你有沒有試過留下那個寶寶 死了 把傘留下在哪間店 寶寶不知道放在哪裏 買東西的時候 放下又忘記拿 有沒有這樣的事 不會 因為在你心中是最重要最重要 所以你不會忘記你的嬰孩 這就是神放在媽媽的心 神會放在媽媽的心 因為神本身就是充滿愛 神就是愛 很多人去過天堂 經歷天堂 他不是長久死的 一段時間 然後又下來 神給他回頭 他說經歷到神那種折立 在這個世界是沒有的 神那種愛的折立 是極大極大的 而有一天我們去到天堂 就知道神那麼愛 我們 很多人在平日沒有感受到 我希望大家 時時去思想神的愛 首先由食物 又沒有愛 又朋友的愛 我可以看到神的愛 還有神在愛中拯救我們 我們一起讀那些字 人類墮落 神預言 基督要來 基督降生 基督為我們被釘 主曾找拯救每一個人 在這個將來的期 我們想到就是 耶穌怎樣降生 人類墮落之後 但是呢 神沒有放棄我們 祂就一早在聖經預言地 基督幾時來 怎樣來法 在預言的時候都沒有釘十字架 已經預言到祂將來會釘十字架 過了幾百年 大衛預言祂未釘十字架 但是呢 過了幾百年之後 才有釘十字架的刑罰 但聖經已經一早知道 聖經有很多其他預言 然後最後呢 耶穌降生 在神所定的時間 最好的時間 因為這個時間 在歷史上是預備的最好的 因為呢 有幾樣的因素 有希臘文 希臘這個阿歷山賴大帝 他首先將他的語言 傳到周圍的地方 所以後來新的聖經 是用希臘文寫的 就可以傳給很多人 然後有羅馬 就整了羅馬的道路 也有波斯 他就給他們 以色列人回來復國 還有呢 建這個聖殿 這些全外預備好耶穌來的 聖經的語言 是一路鋪路給耶穌回來 然後呢 最後耶穌居然 神的兒子為我們被釘 神的兒子 在天上他享受 永遠的福樂 但是他居然來到世界上 被人拒絕 還有被釘 然後被釘 然後被釘之後 就不是完成的 他還去找每一個人 去感動每一個人 帶領人去傳福音 去聖靈 在我們心中感動我們 而很多人就不聽話 但是神會用不同的方法 去吸引我們 所以在這個過程 大家想一想 你信主的過程 你想一想 神如何用不同的人 去向你傳福音 然後你都拒絕 後來如何帶領你信主 你就去到神的愛 我希望大家 時時去思想 神如何用不同的人 去救我們 神用盡方法 所以我們有空 多些想和感激 神如何救我們 如果不是神這樣救我們 我們是會落地獄的 但是神現在救我們 我們將來可以去到天堂 所以我們一定要捉緊這個救恩 求耶穌赦免我們的罪 信靠耶穌做救主 一生跟從祂 跟祂有生命的關係 這些人一定會來到天堂 即是跟耶穌有關係 你會祈禱 神會感動你 不要犯罪 你親近我 我們會遵從 有互動的關係 這些人一定能得救 而聖靈不斷感動 這是神的愛的表達 有漢福福音十六章八節 是講到聖靈 他既來了 就要叫世人為罪 為義 為審判自己 責備自己 聖靈就一直指出我們的罪 也都為義 即是我們應該遵行的義 就是聖經所吩咐的戒命 而為到審判 我們將來要審判的犯人所說的閒話 哪有句句公出來 因為要憑你的話定你為罪 也要憑你的話定你為義 我們所有講的閒話 我們都要悔改 求主赦免我們 也要小心我們的說話 聖靈會提醒我們的 有沒有發現聖靈會提醒我們的 我們就不要剛硬的心 有些基督徒耐了 他們都不斷講閒話 我又跟著講 但聖靈會感動我們 我們就聆聽回應神的感動 當我們不聽話的時候 聖靈有沒有停止感動 聖靈沒有 我繼續感動 所以我希望大家 經常都想到聖靈感動 我就多謝聖靈這麼有耐性 在這個世界上 有沒有老師好像聖靈這麼有耐心 聖靈感動你的時候是怎樣的 是令到很多人會很感動和哭的 他不是罵你一輪的 他是感動我們 以致我們的心裡覺得 我真的有罪 我真的要悔改 聖靈不是用罵的方法 是用感動的方法 這是神很特別的愛 我用人的說話說 神是很厚面皮和耐性的 我用人的說話形容 讓我們大家去感受神的愛 譬如有個人 他請你一起去喝茶 我不想見到你 我生氣你 他日後又再找你 我不想見到你 我想問你你說幾次 他還會再來呢 如果你說了十次 他還會再來呢 通常人來說一次兩次 頂籠的 沒得再有機會 但我想問大家 我們拒絕神有幾次 神叫我們不要犯罪 你祈禱吧 親敵我吧 我們要幾多次拒絕了他 很多次 很多次 但聖靈有沒有放棄啊 沒有 所以聖靈是很厚面皮 我形容人的說話 很有耐性 但祂是最尊貴的神 到有天我們見到祂的時候 會見到祂的那種榮耀和能力 是極大極大的 我們冒犯祂真的是很大的罪 所以我們求主赦免 也都感激神 我這麼多次不聽話 你依然感動我們 我希望大家真的說 神啊 你真的 可以跟神說嗎 神啊 你真的 神會用心陪伴 一起讀 有經文一起讀 詩篇139篇5節 你在我時後還我 按手在我身上 就是神時時圍著我們 時時按手 按手 神的祝福 大家有沒有發覺 當你祈禱的時候 你會覺得安慰和有力量 這就是神的祝福 當我們祈禱的時候 神會說 你排隊排第一千名 你等一下 我沒有空 我太多人要回應祈禱 神會不會這樣 不會 祂是即時回應的 所以我們就想到 神其實經常都跟我們一起 那你說 為何神可以同時 跟那麼多人一起 所以祂才叫神 是吧 祂是無所不在的 所以我們隨時 根本我們未祈禱 祂已經在 祂已經知道我們需要什麼 祂要時時祝福我們 祂是時時陪伴我們 我們病的時候 不要以為神知道 神一早知道 那如果神知道 為何不快把我們的病拿走呢 有時候 那些病好了 祂未必依靠神的 在病中 我們會更加依靠祂 更加會拔著祂 希望我們有病的時候 都拔著耶穌 耶穌我需要你 所有神的恩典 我們怎樣 多點思想和感激 有空就想 我經常都有空想 所以我經常都活在神的愛中 經常都享受祂的 神的愛充滿感情 很多人覺得神很嚴厲 好像法官 聖經有說嚴厲的說話 不過嚴厲的說話 是對那些不悔改的人 我們一起讀西花瓦書3章17節 祂在你中間 因你歡恩喜樂 默然愛你 且因你喜樂而歡呼 這要充滿感情 它因我們怎樣 歡恩喜樂 很開心 一見到我們就開心 我想問大家 有幾個人 見到你是會很開心的 在這個世界上有幾個 多不多 不多 默然愛你 我有一次去醫院 那裡 就是這個兒童病的地方 有一個媽媽抱著那個寶寶 這個寶寶當然有病了 媽媽在那裡抱著他 他睡了一覺 我看到那個媽媽做什麼 他看著那個寶寶 又頭看著我 又看著我 又看著我腳 又看著我 一邊看著我 一邊笑 我真的站在那裡 哇 真是呆了 真是很靈 那個圖畫真是很靈 他默然愛他的寶寶 他的寶寶有沒有反應 是沒有反應 他睡了一覺 神都是現在在看著你 聖經說 神默然愛我們 何意見 我講的聖靈 不斷感動我 這是神的愛 其實神是每分每秒都愛我們 我們 我們越感激神的愛 我們的生命就不再一樣 我就是被神的愛激勵 所以我的生命是不再一樣 我希望大家經常都想到神的愛 然後呢 最後一句 請你喜樂而歡呼 有幾個人見到你 嘩 好開心見到你 嘩 有幾個人會這樣 有 可能你買雪糕回去 可能你的子女會這樣 他是因為雪糕很開心 有幾個見到你 真是因為見到你而歡呼 會有的 不過少 但是神會歡呼 當我們一親近祂 祂就歡呼 當我們一信靠祂 祂就歡呼 神是很喜歡祂的子民 所以我希望大家 經常都想到 神是有感情的 神不是沒有感情 還有祂不是沒有反應的 有些人以為神沒有反應 我站到這麼久都沒有反應 神的反應想起 就是平安喜樂 還有神的回應 未必是我們想的 將來我再講的時候 我都會講一下 如何在困難中 如何經歷神的幫助 這些都是我將來可以講的講題 在哪裡看到神的愛 希望大家記得這五點 讀一讀的紅色字 萬物 聖經 耶穌的救贖 多親近神 生活幫助 就是萬物看到神的愛 從聖經看到神的愛 聖經經常講到神的愛 耶穌的救贖 看到神的愛 親近神可以經歷神的愛 對呀 我想請大家 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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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ây moins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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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y а ours 主耶稣爱我 有四季告诉我 大家感受内心 你的心灵 甚至你的身体 有没有感受平安轻松 舒服 身体都会觉得舒服 有几个有的平安轻松 有几个有的平安 神是很真 所以你有空多些唱 就是未诗歌 多谢天父 你的人便平安轻松 你就会更加喜欢神 在亲近神可以经历神 还有在生活的帮助 你有没有诗过 遇到困难 神很奇妙地帮你 有几个有几个 有很多 我应该要记实 其实我有很多见证 不过时间关系 我不说那么多 我有空会多说给大家 我有很多见证 我差不多撞死 撞车撞死 差不多 很多的情况 差不多手指劫断 但神一保守我 仍然有手指 好 神那么爱我 你如何回应神的爱 这是最重要的 大家有没有听过 新闻 子女杀死妈妈 有没有听过 有 为什么可以这样回应父母 父母那么爱她 那么帮她 为什么她会这样 因为人的罪性 可以去到很严重 可以变成兽性 希望我们不是兽性 我们应该不是野兽 我们有人性 有神的性情 去回应神的爱 神那么爱我们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回应神的爱 对神高度感激 有些人都说我感激 不过不是高度感激 例如有个人看到你跌下水 立刻跳下来救你 你会不会很感激 会很感激 或者你没有钱 他真的帮你 以至你可以度过你的难关 你会不会很感激他 我们会很感激 神救我们 永远 是不是更加应该感激 知觉 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 我们应该落地獄 知觉 我们什么都不配得 我们是有罪的 很多罪 还有数算神的恩怜 于是高度感激 这里形容 好像是新娘 跑去新郎 这就是那种兴奋 还有数算神无限的恩怜 所以希望大家 都时时对神有高度感激 神真是好 神真美好 有没有听这首歌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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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救你完命 你会不会很感激 他使得淒死了 但他救我们 我们不会忙因复义 踩他一脚 一定不会 但我们会感激 希望大家都是上传感激的心 如果有人送一座大屋给你 你会不会很感激 神永恒的屋, 超越世上任何屋是不會爛,不會漏水的 是美得不得了, 開心得不得了, 而且今生所需用的一切, 神都感激, 神都賜給我們, 所以我們激動地感激 神你真是好, 不是多謝你, 不是輕微的感激 是很興奮的感激, 你越興奮的感激, 神越大的祝福你 進入神的愛有不同程度, 第一種程度是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聽過了 神說世人知道, 第二種程度是相信, 很多人都相信 現在相信, 因為被人罵, 被人打, 不相信了 第三種程度是任何環境都堅信, 第四種程度是經歷, 他不只是相信 已經入了他的生命, 他祈禱的時候會經歷到, 因為他時時想神的愛 所以他在祈禱的時候, 會感受到神的平安, 他就捉住這件事 他時時去親近神, 會得力, 享受, 經歷和享受是另一回事 我想問大家有否試過吃東西, 吃完才留意, 嘩, 那些食物這麼好吃 但他吃的時候就吃完, 有否試過這樣的情況 沒有留心去欣賞一下那個味道 我們可以享受神的同在 神啊, 你真好, 你的平安真好 我希望大家時時都享受神的同在 享受神的話語的宣講, 當你聽到神的話語覺得安慰 是聖靈感動你, 多謝天父感動我們 還有呢, 被神的愛激勵去改變了 激勵之後, 以前是怎樣不好的? 罵人的, 講閒話的, 得罪人的, 不傳福音的 現在改變, 去祝福人, 去饒恕人 這就是被神的愛激勵了 首先跟神關係好, 接著就會被神的愛激勵去傳揚福音 好了, 我們回應神, 很重要的是 事時在耶穌裏面, 一起讀一下 以漢福音十五章五節 我善葡萄樹, 你們善知子 常在我裏面的, 我也常在他裏面 這人就多疊果子, 因為你以漢, 你們就不能做神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 就將知子雕在我面虎干 人拾起內溫在火裏燒了 神是所有恩典的來源 有些人以為, 不是而已 世界有很多東西, 其實世界全部是神的來源 如果沒有神都沒有, 為何地獄這麼恐怖 因為所有現在我們享受的在地獄是完全沒有的 地獄裏面沒有一滴的水, 沒有任何的 所以那個財主和拉撒路說 求你給我一滴水, 用紙頭暫點水給我 在地獄裏面是沒有水, 是永遠受苦的 是甚麼這裡的好處都沒有 神裡面不單止是世上的好處 神還有祂的平安, 祂的愛, 祂的喜樂, 祂的滿足,祂的祝福 所以耶穌說, 我是普洛少女, 是知子 時想在我裏面, 我就常在他裏面 這個人就多疊果子 神在你裏面, 你的生命不再一樣 一定會有果子, 生命會有改變 但當人不是上去裏面, 就怎樣? 就好像知子, 枯光, 人實被愛, 瘟在火裡燒烈 那裏面不是天堂嗎? 那裏面不是天堂 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所有真信耶穌的人一定會親近神 親近神包括甚麼? 看聖經, 並且思想聖經的說話應用在生命中 我最重要應用, 聽了神的道義, 遵行的人有福 然後呢, 善事去祷告 祷告的時候, 聖靈會感動, 不要只是單向 你祈禱的時候, 神會感動 有沒有悔改呢? 有沒有愛人呢? 在裏面有沒有垃圾需要處理呢? 聖靈感動你, 我們就開始回應聖靈 這就是跟神有關係 這樣就多疊果子 但如果不是上去裏面 就好像枝子雕在外面, 枯乾人食 那樣, 瘟在火裡燒了 如果一個人完全沒有親近神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我希望大家真的會親近神 不是因為懼怕, 而是因為神那麼好 被神的愛激勵 被神的愛激勵和被懼怕的激勵是不同的 我講一講 譬如有個人說 我當然要幫我太太, 要不然他扭我耳朵 如果那個教徒經常都扭 我不做些事, 他就扭我耳朵 那麼他的動力是怎樣? 是懼怕 這樣的時候呢 當太太扭不了耳朵, 他就不怕了 太太一走回去, 回外家 去久一點了 不用回來都可以了 即是覺得是一種懼怕 但如果他跟他太太關係很好 時時都給予傷害 想到太太就歡喜 他根本就很自動會做一些事 為對方做的 那就是主要 我真的竭力保守和太太關係 他對我非常好非常好 我用一些小例子 我們回家 是會爭著誰拿拖鞋給對方 總是會幫對方 什麼小事 做什麼小事我們都會幫對方 和令對方舒服的 這就是時時建立這種關係 我們和神也是 即是時時有一種彼此相愛的關係 和神有彼此相愛的關係 神就起源我們了 好了 這個是警告 《九龍多前書16章22節》 若有人不愛主, 請人可助可奏, 主必要來 嘩!這麼恐怖的 不愛主就是可助可奏 聖經的說話 因為如果他不愛主 他不真的信耶穌是有問題的 很多人會拒絕耶穌 抗拒耶穌 耶穌敢跟他抗拒 或者聽到就睡覺 感謝主今天沒有人睡覺 好節目 好節目 這樣呢 希望我們聽到 是覺得 聽神的話語 是神的話語 甘甜 我聽到 我講到很多 但我聽到時我是很流心的 我留心聽他的道 我將他應用在心裡 一邊聽一邊應用 我希望大家一邊聽一邊應用 將神的愛放在心裡 就是時時活在神的愛中 我們都更加享受和神的關係 如果不悔改不理罪 是可以沉淪的 我希望大家深信這件事 好 愛神包括什麼呢 一起讀一下 馬可方十二章三個節 你要盡心盡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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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 譬如你學校上學 你的校長是很好的 你因為他這麼好 所以你會很尊重他 你會做一些事情令他歡喜 那就是尊重神 然後呢 欣賞他 神真的好 我欣賞他 我就感激他 經常都多謝他 讚美他 愛他 然後呢 以神為樂 聖經講到 以耶穌說為樂 神就將你心所求的 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神答應很多 就是你當你以神為樂 什麼叫以神為樂呢 神真的好 做這麼多好的食物 神真的好 感動我 多謝天父 神真的好 祂會賜給我平安喜樂 神幫助我真的好 神的話語激勵我真的好 神給我機會去服侍主 去祝福人 那些人有改變 感謝主 時時都感激神的愛的時候 以神為樂 神就歡喜 神就喜歡 喜歡我們 有些人就不是的 以神為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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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看神的好悶 又要祈禱好悶 睡著覺 為何會有些人以神為樂 有些人以神為悶 因為以神為樂 就是因為他看到神的尾線 他就以神為樂 但如果他看不到神的尾線 他就覺得神是悶的 這是需要建立的 如果看這方面 你有需要我 很樂意幫助 你如何以神為樂 如何歡喜神 好 還有 時時愛慕神 親近神 時時 歡喜祂 感謝祂 愛祂 時時親近祂 我經常走到車 做甚麼事都想著耶穌 我經常說 多謝天父 有時我口說 有時我心說 我心經常都會這樣做 我一醒半夜醒 我都會立即這樣做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我愈多親近神 我發覺我一祈禱 任何時間一祈禱 立即神的喜樂 就湧立在我裡面 立即神的愛 會進入我裡面 原來跟神的關係 是可以進心的 這個跟我以前是不同的 是可以越來越經歷神的愛和喜樂的 還有祂就會行動 我越遵從神和侍奉神 既然這樣 我們就樂意侍奉耶我華 去幫助人 去全陽呼音 建立人的靈命 而我們親近神 我們很重要是用心靈誠實敬拜 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誠實敬拜祂 包括魂 包括甚麼 思想 意志 感情 上兩晚我講過這件事 不過我提醒大家 是用思想意志感情去敬拜祂 就是甚麼意思呢 思想 整個思想就是神是最好的 神是最美善的 祂一切都是好的 聖經所講的全部是對的 然後意志 我決意跟從神 我決意將生命給耶穌 我決意我以後的生命 就是獻給耶穌 神就歡喜 何時我們獻上給神 還有祂崇神有感情 即是想到神這麼多好事 正如神跟我們有感情 祂不會忘記我們 我們都跟祂有感情 還有祂的靈 就是犯在我裏面都清重耶穌 清重祂的聖明 就是整個人的心靈 從心底處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在心靈深處湧出來 你天天多做 你慢慢會發覺 一感謝神 你裡面會湧流起落 多謝天父 不只是口說 神要求你幫我 我有很多需要 我需要錢 快點給我 我現在很窮 不只是求 而是從心底處愛慕神 神就會在我們裡面湧流著 而這個祈禱 我上個星期講過 為何我提醒大家 因為這些是很重要的祈禱 一起再講這三種祈禱 恩典的討過 敬拜的討過 互動的討過 恩典的討過 敬拜的討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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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討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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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祈禱神就喜歡 這個聖經有講過 我們愛神 神就喜歡 神愛祂是最好最好的 總是整天都是想著 我一做神的事 真心做 神一定是歡喜的 也都是神給我這個 互動的討過和行動 就是我一邊真心遵從 神一邊是極度的歡喜 包括什麼呢 就是當我們灰改認罪離罪 神就很歡喜 讚美神 感謝神 神就歡喜 有正直的心 愛神的心 神就歡喜 信靠祂的歡喜 遵從祂 順服祂神的喜歡 將生命以上 神更加歡喜 憐憫的人 神更加歡喜 奉獻和行善 都是神所歡喜 凡是遵從神 有一次我在元朗等巴士的時候 我見一個男人 在一個袋裡 拿一張紙出來 我還以為是黑衣 因為黑衣 拿一張紙貼在地上 他又不是 他拿出來貼在一個柱裡 一個矮矮的柱裡 裡面 我都不記得他的內容 我只是憑記憶 根本我不太記得 我自己把它寫出來 他有名字 名字都不是這個名字了 女兒媽媽 我很想念你 我不再介意以往的事情 請你回來 我已經原諒你 你的爸爸 我看到真的 心很感動 這個女兒當然犯了錯 她就離家出走 那個爸爸的心很傷心 我記得我弟弟 其實我先想想想 好像兩個弟弟都試過離家出走 因為家裏罵的緣故 或者考試不好成績 就怕著離家出走 我還記得那天早上我醒 我見到我弟弟在床 因為我平時跟他們摺皮 那些皮是沒有動過的 當時我一見到 心是很傷心 我不知道他現在是否安全 那些皮沒有動過 平時是亂的 我跟他摺皮 但當時的皮還是整齊 我就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我們神會被人這種懷念 感情 同樣我們的神 都是對我們每一個有感情 祂很想跟我們有彼此相愛的關係 但很多人是沒有這種對神的回應 神很想我們回應 你今天會不會回應神的愛 而在阿倫的前書 第二章九節那裡講到 二章九節那裡講到什麼呢 神是愛他聽如微的 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而人心未曾想到的 當我們愛神 神一定知道 一定留意 一定記住 一定會上次祝福 我一生都會經歷神很多這些恩典 我希望大家深信 這個神是真的 我自己是讀科學的 我以前研究很多科學的證據 聖經的預言證據 和經歷性的證據 神是可以經歷的 有很多人經歷神的醫治 也有人經歷趕鬼 有些人被邪靈搞妖 鬼詐那些 趕鬼 經歷到耶穌很真實的幫助 經歷到在生活上的幫助 知道神是很真很真 我希望大家 神這麼好 我全心愛神 神就為你預備 你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過 所有的恩典都會臨到你身上 你整個生命不再一樣 這是真實的 我希望大家深信 你的前途不再一樣 你的前途不是靠你 只是去世界奮鬥 我們需要奮鬥 不過最重要是倚靠神 當你愛神的時候 你永遠不會後悔 你一定會得百倍 今生得千倍 萬倍 來世得永生 是最好的 大家願不願意 真是對神的回應 待會我會用一個琴 大家去親近神 親近神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站起來你就站起來 如果你不可以 你坐著 我就用這首詩歌 如果最好 站起來 如果你記得這首歌詞 就可以 可以了 變了歌詞 閉上眼 你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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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看著耶穌 你會想著耶穌 現在愛我們 我們 要求耶穌 還我 愛你 耶穌 耶穌 愛我 耶穌 愛我 耶穌 愛我 愛我 主耶稣 多謝祢 因為祢在愛我們 耶稣 我們多謝祢 因為祢在陪我們 耶稣 祢跟我們一起 多謝天父 因為我們都會應神 用這首詩歌 耶稣 我愛你 但如果你記得歌詞 應該你可以合同我去唱 耶稣 我愛你 我愛你...你會唸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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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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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回應你的愛 我願意把生命獻上給你使用 去拯救很多傷害 一笑 我愛你 疲憊 你以前 我願意把生命獻上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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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為生命獻上給你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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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有其中一个人的愿意 开始用行动去爱耶稣 天天去亲人去感激祂 去感激祂 去当土国 当读圣经 当祂全阳福音 关心我们周围的人 有多少愿意你可否向神举手 神啊我愿意 你愿意啊神啊我愿意 你跟神说你愿意做什么 你向祂说我具体想做什么 你告诉神 在这一刻你告诉神 我想做什么你告诉神 神啊我愿意怎样 我愿意怎样 我愿意怎样去回应神的爱 我愿意怎样爱祂 我愿意怎样去回应祂 我愿意怎样去亲近祂 我愿意去全阳福音 祝福教会第一个祝福就是教会第二次会 第二你的家人你的邻居可不可以这样做 多谢天父求主祝福我们 怎么做 地牧帐